2022世界女排联赛将于5月31号开赛 中国女排将先后参加土耳其、菲律宾、保加利亚三战分战赛 争夺总决赛的机会 中国女排计划今天离开漳州参加土耳其安卡拉的首战比赛 经过此前在福建漳州基地的封闭集训 以蔡斌指导担任主教练的中国女排 也将以崭新的阵容和精神面貌亮相世界女排联赛 2022世界女排联赛 是东京奥运会后国际排坛的第一项重要比赛 也将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周期的首秀 新周期中国女排主教练改由蔡斌指导担任 队伍在人员上也有很大变化 功勋老将闫妮、刘晓彤退役 朱婷、张长宁等场上核心目前不在队中 队伍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 力求尽快完成新老交替 与此同时中国女排的精神不能丢 蔡斌指导自上任以来 一方面统一全队思想 强调集体荣誉感 另一方面主抓体能、技术与整体配合 通过此前在北伦训练基地 61人的首期大训练营 以及在张州基地的第二期封闭集训 中国女排正在极具能量 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 进行周密的准备 那么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是属于全封闭状态 可能会生活啊 整个训练啊会相对枯燥一点 那么其实大家的整个 往上走 往上去要去拼搏的这股劲 我觉得队员们都在 所以也吃了不少苦 中间也碰到配合上碰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会通过集体的一个力量 把它一个一个克服 出征本次世界联赛 对中国女排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东京奥运会遇错后 球队需要尽快摆脱低谷 重回正轨 其次蔡斌指导上任 也要尽早确定阵容 为新女排找到最适合的技战术打法 第三 中国女排还要通过参加世界联赛 多挣积分 巩固世界排名 从而在争夺巴黎奥运会资格时 更为有力 为此 中国女排需要找到平衡点 既要多赢比赛 又要锻炼队伍检验新人 目前 中国队报名本次世界联赛的 24人名单中 仅有五位球员参加过东京奥运会 更多来自联赛 来自地方队的选手 得到考察机会 因为新的一个成分比较多 球场经验不一定特别丰富 那么我觉得大家努力是肯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希望 还是以一个平常心态 去完成比赛 因为真正到了比赛 包括国际上 可能其他队伍也有一些变化 那么其实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摸底 包括我们队伍的一个 一个新阵容的一个配合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取得一个相对好一点的成绩 因为现在的世界联赛和 奥运会的那个排名是相挂钩的 所以这两个我们都要兼顾到 北京时间6月1日至5日 中国女排将在首个分战赛 土耳其安卡拉战 迎战荷兰 土耳其 意大利 泰国40球队 正式开启 本次世界联赛征程 根据安排 中国女排还将在后续比赛中 与美国巴西等强队交锋 三战分战赛加一战总决赛的形式 对中国队来说将有很高的锻炼价值 我觉得平时训练的话 就是大家都很努力 然后也是希望能通过比赛 去检验我们的训练成果吧 然后在那个比赛当中 也是能够 希望能够找到我们的问题 然后找到和对手的差距 然后我们再怎样去补齐我们的短板 或者是我们怎样去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挺好的事情